各位食玩Buy精華油的聽眾 大家好 今天我們很開心邀請到人氣歌手Gigi 延明熙 謝謝觀浩 大家好 這次是Gigi第一次來澳門演出嗎? 是呀 而且我是第一次來這個地方 我很希望可以吃很多東西 但是這次我表演所以我非常期待 因為下一次來澳門去玩的時候 就可以大喜特喜 大玩特玩 這次你第一次來澳門演出 其實心情是怎樣的呢? 有一點點激動 還有很希望可以讓大家聽到大家的歌聲 疫情之前 為了這麼說 有沒有來過澳門玩過? 完全沒有 但是我是嚮往了這裡多久 還有因為以前小學教書的時候 也有玩什麼地方有什麼特色 所以他也很想去 即是說你這次是第一次來澳門嗎? 沒錯 明白 如果你演出之後 或者你將來有機會 就多點來澳門這邊玩 或者吃一下我們的美食 我們有很多特色美食 還有豬扒包 桃撻 還有一些水蟹粥 水蟹粥? 對 水蟹粥 真的沒聽過 試一下 椒鹽粟米之類的 我不知道香港有沒有 但這是澳門比較獨特的食物 這個我知道了 對…很多特別的食物 如果你將來有時間 也歡迎你再次過來嘗試這些美食 當然你那時候是沒有做表演的 因為擔心你吃多了 對… 今次我也想訪問一下你 因為你最近出了新歌 沒錯 大開眼界 可否跟聽眾門推介這首歌呢 是 其實這首歌 作曲和作詞 它都是一個女生 所以可以說這首歌 是以女生出發的一首歌 然後作曲就是詞 其實我的支持者 因為上次在我直播的時候 我讀詞詞 但是… 我好像讀錯了 我又好像讀詞詞 但是我也讀錯了 他們就說叫Jade Me 所以我其實不是太清楚 不要緊的 但是… 希望我讀得對 然後作詞就是約魂 所以整首歌 在未完成所有事情之前 我一聽到它的時候 我就已經很喜歡 我就選了 跟公司的同事 還有A&R一起選這首歌 這首歌可以說是 一個人在狹窄的空間裡面 去到一個更廣闊的世界 就好像MV裡面 其實是拍愛情為主 就可以說 其實女生為了男生 付出了很多 但是男生可能 沒有什麼領會到的意思 那女生就開始想了 是不是我應該離開她的世界 會變得更加廣闊呢 所以我認為整首歌 都幾有意思 還有我跟女主角的性格 好像都有點相似 沒錯 也不會說狗潛在一些 不清不楚的關係當中 也會帶開自己的眼界 也可以這樣說 而且我這次來澳門 也帶開了眼界 是嗎 這個地方很漂亮 是的 我們澳門這十年的變化也很大 以前可能比較純樊 然後越來越多賭場 或者在一些度假村 現在真的很繁華 是 是 那我們也繼續落足我們的意歷 去留意Gigi這首歌 聽多點她這首最新的排隊歌曲 感謝 大開眼界 那說了新歌 那可不可以跟你回顧一下 你的一些舊歌 可以 那你出了很多首歌 兩年之間左右 那其實我知道你的粉絲 都很心急等著你的首張個人轉輯 究竟什麼時候會推出 我想要所有事情都配好 因為其實我唱的歌 自己的歌出過其實不算太多 所以如果出一個專輯的話 好像有點不足夠 但是我也希望如果有機會的話 可以出一些自己可能翻唱過的前輩的歌 或者翻唱過一些歌手朋友的歌也好 希望可以令到大家都喜歡 不過如果我出專輯的話 我也希望可以完成所有事情再出 沒錯 即是你將會即將很忙的DSE 對 沒錯 希望可以完成所有事情 對的 循序漸進 剛才也想跟你回顧一下舊歌 首先第一首就是《珍華的清高》 是你第一首的主打歌 其實當時你接到這首歌的時候 心情是怎樣的 害怕得彈彈彈 對的很高難度 沒錯 我完全想不到他會給我一首這麼困難的歌 對的 因為我其實 我不是算那種爆發性的歌手 然後我認為 但是所有事情都要挑戰 你不能全部都逃避他 還有 這是別人選擇的一首歌 所以 也就 摺下來 我就 開始錄製了 錄製的過程之中 其實也有很多次失誤 但是 例如我也見識到 還有 有時候可能唱的部分 我會覺得唱得很差 但是監製就會覺得感情非常好 所以他會認為感情是勝過於唱不好的東西 因為他覺得可以摺 但是感情上你是摺不到 所以 對 我們聽眾也覺得這首歌 也比較 尤其是chorus 比較澎湃 比較激昂 GiGi 你也做得非常好 知道嗎 第二首 上年的派台 《燕》 《火燕》 《燕》 跟真華的清高很不同 沒錯 節奏很明快 這首歌 其實跟你的名字 是否有關係 也有少許關係 還有 填詞人是韋韋 當時我是不認識他的 他也很有趣 他在網上找了我很多資料 他就嘗試這樣了解我 之後他再寫詞出來 我就覺得 哇 也很特別 而且這首歌本身 整首都是說唱 但是後來 我認為需要加一些長的部分 然後Johnny就再改編 那樣 所以這首歌本身是一首 Rap的歌 對 我本身找了一個 Rap的歌 但是 跟這首歌 其實是有很大的分別 但是 也很好聽 沒錯 節奏感非常強 對 所以我本身這條問題 我也想再問 就是 看到中間有一個 Rap的部分 原來就是那首歌 本身是一首 Rap的歌 沒錯 Gigi 其實你以前是否有 玩開Rap 因為你那首歌 也能應付到 Rap的部分 可能我比較喜歡挑戰 或者去模仿 去嘗試不同的事情 例如我小時候 家人可能會聽一些粵劇 或者歌劇的時候 我就會特地去扮他們 所以當唱Rap的時候 我也會參照一些歌手 或者平時我自己都會聽一些Rap的歌 所以去嘗試 沒錯 所以這些基本功 就是 不是說馬上就有 原來是之前慢慢浸出來 到要用的時候 就可以大派用場 是 最後一首歌 就是 你對上一首的匹歌 就是很想約你 是 這首歌 又是跟之前那兩首 也是很不同的 這首是很甜 很甜 一首快餐店的廣告歌 其實Gigi 你是怎樣傳播這首歌的演繹呢 這首歌 其實可以說 很想約你那個人的定義 是全部人都不一樣 所以我希望 它不只是一首關於愛情 或者關於友情 或者關於你的不知什麼 所以我希望可以加更多更多 大家想約的東西 例如寵物 或者一些你真的很久沒見的人 也好 我希望可以嘗試 去真的加更多不同的感情 例如灑更多不同的胡椒粉 和鹽 原素 沒錯,很好 之後就是一個這樣的歌曲 就誕生了 希望大家都會喜歡 因為我是比較想嘗試不同曲風 所以大家都可以看到不同的歌 就是我唱的原唱的時候 可以看到不同的風格 對 就是各有特色 應有盡有 所以到時你真的如果再出專輯的時候 我們真的很期待 謝謝 什麼類型都有 因為很划算 這首歌 說起唱歌 去年 Gigi參與了一個很盛大的音樂節目 《星生不息》 在節目裡你也唱了很多經典的曲目 以及很多的殿堂歌手 有一個合作 其實現在結束了 整個節目帶給你的感受 或者得著是甚麼 有情 因為其實我本身認為自己 真的是一個很…很…很後的後輩 但是我發現一進去 其實那時候我也是很緊張 因為太多前輩 是的… 但是我發現我真的想多了 大家都很照顧我 以及都很疼我 所以到最後我就放鬆了 去面對自己要唱的歌 然後去吸收不同的經驗 因為我本身打算進來是吸取經驗 但是吸取經驗之餘 還可以收穫到情 所以是真的非常開心和高興 很多美好的回憶 你每一集的表演 其實觀眾都是歎為觀止 謝謝 還有就是最後一集 你去感謝Sally 以及Lam的拍攝 大家都是很感動的 是 因為我認為 大家可能表面看到 是我的表演 但是其實背地裡 是有很多人都幫助我們 所以整個節目才可以這麼好 都是不少大家的幫忙 是的… 那講完唱歌 那就講一下拍戲 我知道Gigi之前 就拍了一部青春的電視劇 《青春本我》 還有也有客串過 一個處境劇的其中一集 是的… 那你覺得拍戲好嗎 其實也很好玩 而且你會有不同的角色 那時候《青春本我》 就是我第一次拍劇 嗯… 之後導演他們 都選了一個 跟大家性格 都挺符合的一個角色 嗯… 所以那時候 基本可以說是做自己 但不是完全做完 但大部分都是自己的性格 所以我認為是一個很美好的回憶 嗯… 而且我喜歡跟各位工作人員相處 嗯… 因為拍劇 你不只是拍一天就完成 嗯… 所以你是要跟他相處一段時間 所以其實大家都 已經把大家變成家人了 嗯… 一對夜對 然後另外處境劇 我也是從小看到大 嗯… 而且他有不同的系列 所以這次我猜不到我自己 可以進去和大家一起拍 演你自己 是的 嗯… 將來你再有機會拍劇 或者有機會拍電影 你想演什麼角色呢 又沒有說什麼角色 其實我有很多角色都想試 就好像唱歌 嗯… 我就很想所有東西都試 但你說如果真的試的話 我其實很想試古風 或者以前一些 一些圓幻一點的劇 或者是護士 因為我以前小時候的夢想 是做護士 嗯… 然後想和媽媽一樣 好… 但是我猜不到自己 會做了一個歌手 好… 所以… 護士 也好 如果真的演員的話 可以向你媽媽偷詩 是 未來你有沒有說 跟哪個藝人 最想有合作的機會 就是唱歌也好 或者拍戲也好 其實之前也有朋友問過我 我說 其實李玄光 被我遇到一位前輩 或者一位朋友 或者一位老師 我就已經… 知足了 嗯… 我沒有奢望和哪位老師合作 但是我全部都想合作 就是每個人都有 總之是前輩的 也很想 對 或者是各位同年齡 或者老師也好 有點探心 嗯… 總之所有人都歡迎 總之要學到東西 大家互相學習 沒錯 我們節目其實除了娛樂之外 也有些食環拜的元素 對 我想問Gigi你 其實你平時最喜歡吃甚麼 我沒有一樣特別喜歡吃的東西 我是看那天 可能自己胃口點 或者是… 我那天特別想吃酸的東西 我就會去買酸的東西 但通常我也是沒有甚麼… 沒有甚麼靈感 但現在有靈感的時候 我又很想吃很多東西 沒錯 所以我是沒有一樣特別喜歡吃的東西 但所有東西都喜歡吃 但除了不能吃的東西之外 就喜歡吃的了 即是Gigi你也不喜歡吃了 對 我完全… 其實我從小到大都不太喜歡吃 就是所有東西都會吃 還有… 家人可能… 亦都是因為他們煮的東西很美味 所以我每一樣東西都會吃 就養成了一個好的習慣 非常之豪 是一個很好的榜樣 對 如果現在當你忙了所有東西 讓你去一個地方旅行 你會最想去哪裡玩呢 近一點、遠一點 哪裡玩 其實我本身是一個 挺喜歡窄在家裡的人 但是最近我慢慢長大的時候 就去多了很多不同的地方 例如香港也好 我以前可能只會去那三個地方 但現在就慢慢延伸到 好像地鐵站的圖 穿梳不同的港九十八區 那香港有哪些地方 你想推介給我們澳門庭眾去玩一下 我想… 例如《大開眼界》的MV 就是我在石澳裡拍的 那時候是… 本身其實那個MV不是這樣拍的 但是那天我們一去就很大霧 然後我們就改了一個拍攝的方式 那天是去到石澳去拍攝的 那時候我就覺得完全是去旅行 因為他們那個地方很像… 他真的去了旅行 所以我那天是不覺得自己是工作 而且也可以介紹對面的情人橋 那個情人橋的意思 其實不是說你們走上去就會變成情人 而是原來那個通道 只可以找兩個人前行 所以就譽為情人橋 這是我的簡介 但當然不是一個很細節的長熟 總之如果聽眾們 如果你對Gigi剛才的簡述有興趣的話 就可以上網再找一些資料去探訪一下這個地方 那最後一個問題 那我想了解一下Gigi你今年2023年 我們剛剛好過了一季 現在這樣 那未來的餘下那三季 你有沒有什麼計劃呢? 除了考DSE之外 是 出多一些不同的曲風的音樂 嗯 然後嘗試更加多自己想挑戰的東西 嗯 還有做一位更加好的歌手 嗯 希望可以做到歌聲 但是我認為這條路是要慢慢去走 還有 例如每日的表演都在吸吹經驗 所以希望這樣 而可以令自己成為一個更加好的人 雖然有時候我是一個很高要求的人 但是有時候做了的時候 就要做當刻最好的自己 嗯 因為所有事情都是變環摩擦 嗯 你是不知道它可以怎樣 所以希望自己都可以搞定好 或者是自己身體的狀況 希望都可以增強一下自己 沒錯 就好好完成當下要完成的事 不要讓自己有後悔的機會 嗯 好 今天非常感謝Gigi 歡迎你來接受我們的訪問 也歡迎你再次來到澳門玩 對 還有祝你下個月生日 對嗎 祝你成人禮快樂 好 好 下次再一起做訪問 好 謝謝 拜拜 拜拜 拜拜